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紧张时刻 几天前,加州湾区的一封公开求助信 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广泛关注 求助信的撰写人为前脸书员工 也是本次事件的主人公邓女士的朋友和大学同学 其正在为邓女士的父母筹集资金 以供他们顺利从美国回到中国 邓女士是生于1974年的陕西人 本科就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邓女士的丈夫余某是山东人 本科就做于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 夫妻两人都是北游研究生院96级的同学 后来夫妻二人来到美国工作 邓女士成为了脸书的员工 而丈夫余某则在谷歌工作 据悉,邓女士最终在脸书的年薪为十多万美元 而已经在谷歌工作十年的余某年薪高达数十万美元 即使在高新云级的湾区 邓女士一家的经济条件也算是相当优秀了 邓女士和余某育有一儿一女 并且在2012年以165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个独栋房屋 而现如今该栋房屋的价格 已经估值约500万美元 然而不幸突然降临 2020年邓女士不幸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为了不让远在国内的父母担心 邓女士向父母隐瞒了自己的病情 但随后病情迅速恶化 得知自己的时日不多后 邓女士在2021年3月份左右通知了父母 随后父母立即动身前往美国 父母是西安海验厂的工人 没有多少退休金 此次美国之行花费了老两口几乎全部积蓄 最后父母在美国陪伴了女儿两个月后 47岁的邓女士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邓女士的丈夫余某 在妻子去世的一个月后 也就是2021年6月13日 拿到了妻子的死亡证明 便开始在网上交友 6月21日 余某认识了现在的新太太 7月1日 余某便注册结婚 随后在新太太和其父母的签证 全部办理妥当后 一家人乘坐飞机 一起搬进了余某和王妻 位于湾区的家中 后有消息称 这名新太太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90后 曾在上海西门子公司工作 还有知情人透露 余某父母在前妻还健在时 就操持帮熬自相亲 还去拜访了新太太的家长 给了30万的彩礼 随后有网友对新太太前往美国的签证类型提出了质疑 声称 疫情期间旅行签暂不开放 即使开放 隐瞒去美国结婚的目的 也涉嫌签证欺诈 若以未婚妻的身份 成功申请到签证 那么南方则可能涉嫌婚内出轨 在邓女士得知自己的病情后 便开始分配自己的财产 有消息称 当时邓女士曾和自己的父母商量财产分配的事宜 但父母均一口拒绝 说不用担心他们老两口 把钱留给丈夫和孩子就好 由于脸书公司会为员工购买人寿保险 在邓女士去世后 余某收到了200万美元免税的人寿保险金 按照邓女士的遗嘱 这些钱以及她生前的积蓄 全部归于于某和两个孩子所有 还有人透露 就在邓女士去世的前几周 于某还将工作人员带至家中 帮妻子完成入籍手续 因为在病床上申请入籍 只要医生证明就可以不进行面谈 而这样一来 国内的父母就无权继承女儿的财产了 但在邓女士去世后 几乎身无分文的邓女士父母 希望于某出钱 在国内购买一块给女儿的墓地 余某却直接声称没钱 并将邓女士的骨灰 就埋葬在自家前方的院子里 由于邓女士的父母年事已高 想让余某资助回中国的商务仓机票 余某也是果断拒绝 最终余某给了两位老人 约5.4万美元的现金 和1.8万美元的募捐款 近期 多个华人社区和平台出现一则消息 由于邓女士的父母 将余某的事曝光至网上 导致余某情绪失控 甚至把王妻的一部分骨灰 冲入了下水道 就在2022年3月份 余某打电话报警 以家庭暴力罪 起诉邓女士的父母 法庭于近日 批准了余某驱逐签约父母的请求 需要他们在30日内 离开余某和女儿生前的家 老两口需要在4月7日出庭 邓女士的父母 在3月12日 在网上筹集回国费用 以及律师出庭的费用 随着该事件在华人圈的广泛传播 多名谷歌员工 向谷歌的人事部门 举报余某的行为 但余某抢先一步 率先找律师 将谷歌以泄露隐私为由 先一步告上法庭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不被谷歌辞退 由于全网 包括美国的华人社区 甚至是国内的微博 都一边倒的疯狂指责余某的行径 余某最终于3月15日凌晨1点57分 以谣言止于智者的网名 发布了长文进行澄清 余某表示 在拿到她死亡证明的那一刻 我带着对未来一丝的不确定和息迹 开始网上交友 并且孩子全程参与认识新太太的过程 和前妻邓女士的家庭生活很幸福 患上癌症后 两个人齐心协力抗争了一年多 最终妻子没有遗憾地走了 遗嘱里的大部分钱留给了孩子 给我的那部分是因为我要还房贷 余某继续说道 之所以不给岳父母钱 是因为岳父母炒股败家 余某还表示 为了让岳父母在家住的安心 他还主动给他们吃有机鸡蛋 和有机牛奶 甚至还托苹果的朋友 给他们买了个12.9寸的大iPad 并且还利用去年黑五 给两位老人买了许多保健品 但两位老人仍然莫名其妙地 训斥自己对他们的女儿不好 并且家里的摄像头 已经记录下了老人为了要钱 而做出的威胁性举动 所以必须把他们驱逐 而现在自己在网上被人攻击 完全是其乐融融的新家庭 受到了某些人的嫉妒 最后余某还表示 自己已经同意给邓女士的父母一笔钱 为王妻在国内买一块墓地 余某始终声称自己遵纪守法 没有一项举动是违反法律的 他说的没有错 美国的法律认为 只有配偶和孩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而且配偶具有优先权 和父母兄弟姐妹无关 余某以预防家庭暴力为由 从自家驱逐老人 在美国法律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但是他忘记的是法律只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 还有另一项不可或缺的东西 那就是道德 就像余某所在的华人家长群中的一名家长所说 在妻子去世后如此短的时间内闪婚生子 是否应当考虑下岳父母的感受 儿子在经历这一切后 只能向朋友吐露心声 为了不让自己想这些事 只能拼命地学习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余某又是否充分考虑了在特殊时期下孩子的心理状况呢 最后对所有女性说一句 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和你生的人 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永远爱你 但生你的人可以 要吃得好两百的资源 在我们准备人一期待 好吧 看各位 我看各位 我看 Good 社交人的资源 真友爱你 我看不上两百的资源